要求政府落实公投结果,拒绝政府践踏民意。 各位亲爱的公民朋友,大家平安。 我是公投第十案领行人游信义。 公投它不是民意调查,公投是人民透过民主机制产生的直接民意。 我们的政府有义务及责任来落实公投的结果。 我们这次第十案的公投,我们的主文提到婚姻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。 这是立法原则的创制。 我们要求政府在民法第972条或980条明定出条文婚姻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。 我进一步说明,现行民法是预设婚姻是一男一女,但没有民文的条文。 为什么没有呢? 因为就立法者而言,这是理所当然的,婚姻本因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。 立法者只是把这个重要的两性伦常的社会事实予以制度性的保障。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,没有人伦就没有社会。 所以我们民法亲属篇是预设了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。 整个民法是按照这个预设写出来的。 但是民法实行100年之后,现在社会有了去性别化的争议, 社会有严重的冲突和对立,有人想要改变婚姻的定义。 所以透过这一次人民依法提起的公投, 有765万的台湾人民决定,要把这个预设的观念变成一个明文的规定, 明定在民法里面以杜绝争议。 所以按照公投结果,政府应该立法创制法条, 把一个民法预设的理所当然的观念, 明定成为一个民法明确的观念和法条。 这就是我们这次公投第十案非常重要的功能以及它的核心的意义。 所以行政院以及立法院有义务把婚姻定义明确在民法里面, 然后在这个前提底下, 再去你所谓同性结合相关的法律来保障。 因此行政院不能够以所谓不动民法就来推诿谢责。 但事实上行政院他动了民法上婚姻的观念了, 他们推出来的专法基本上就是一种包装的同性婚姻法, 直接抵触了我们第十案公投的意志, 也试图暗度陈仓已经被否决了第十四案的同性婚姻的概念。 所以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在第十案的公投没有落实之前, 这个专法是不能够通过的。 我要呼吁所有的台湾的公民朋友, 这是台湾婚姻价值的守护站。 我们一起要求政府落实第十号公投, 贯彻人民的决定。 我们一起来监督, 一起要求行政院和立法院落实公投。 我们一起来监督,